要特别注意的还有交通的议题 台21线南投普里桃米路段 正式公告将会在12月1号周日 开始恢复限速60公里 最高只放宽到70公里 瞬间这引发了民众抱怨连连 说真的一个不小心就可能会超速 车辆行进南投普里台21线 注意车速注意安全外 要小心的还包括罚单 南投普里桃米路段这里两年前 一度放宽限速到80公里 但近期正式公告12月1日 恢复速限60公里 最高只放宽到70公里 瞬间引发民众抱怨 渔池乡指出区间测速路段 不只是渔池乡居民往返埔里的必经道路 也是游客前往日月潭的重要道路 速限60公里不但会造成居民不便 而且车子一多很容易造成塞车 南投交通队则表示 浦里网渔池大雁隧道路段 为五级路山领区 该路段多处连续蜿蜒 本来就容易超速 加上沿线有景点又有学校 以往交通事故频繁 真的是基于用路人安全考量 因此速限60公里的规划 不会改变 记者南投综合报道